妻子为了白月光肖诗安的第一部戏,把不满一岁的女儿带到剧组演最让人泪目的雪天洗澡的戏,肖诗安拿了最佳导演奖,而女儿却因为发烧重症肺炎,近ICU抢救了两天,最后在我怀里咽了最后一口气,肖诗安在台上感谢沈如雪,感谢我的女主角沈如雪的清景演出,她为艺术付出了一切。 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,我的妻子沈如雪坐在台下,在镜头中热泪盈眶,我看着女儿的遗像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名字,我接到保姆电话的时候。 我还在落成出差,保姆在电话那头,急得不得了,顾先生,喃喃发烧了,怎么办,打沈小姐电话,也没有人接,我拨了沈如雪的电话,一直没有人接听。 我给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,让他帮我先送女儿去医院,我连夜开了车往回赶,我气子沈如雪是个大明星,最近半年进了剧组,基本联系不到人。 有事情发信息,有时候都第二天才会回复,我开了四个小时车,赶回京城的中心医院,朋友急得一头汗,男男高烧抽搐,送到医院就进了抢救室,医生说孩子太小。 拍了片子,重症肺炎,刚进ICU,我脑袋嗡一声一片空白,男男才十个月大,怎么会突然发烧到重症肺炎,保姆在一旁解释,前两天,孩子妈妈把孩子带到剧组拍戏,晚上回来就有些发烧了,沈小姐说,不要紧,孩子发烧是正常的,不用送医院,我愣住了,拍什么戏,男男才十个月, 保姆吞吞吞吐吐,沈小姐说,他们剧组缺一个婴儿演员,演雪天洗澡的戏,我当时说了,男男太小了,可是沈小姐让我少管闲事,说拍个洗澡戏有什么关系。 可是那场戏,一直拍了十几次,男男动的直哭,我说孩子会生病,沈小姐把我轰出去外面,不让我在里面待着,雪天拍洗澡的戏,我脑子快炸开了,我吼道,她是不是疯了? 医生从ICU出来,见到我,孩子现在在ICU,情况不是很好,希望你们家属做好准备,怎么孩子烧得这么严重才送过来? 你们怎么当家长的,太没有责任心了,我爹坐在凳子上,我的喃喃,我拿出手机,给沈如雪打电话,十几个电话后,她终于接听了,电话那头一片欢笑声。 沈如雪语气中带着不耐烦,顾于撑,我说过,我在剧组的时候别打我电话,现在投资方请吃饭,就我一个人出来接电话,你是不是要我把事业搞砸才高兴,我颤抖的手,连电话都快拿不稳,沈如雪,你干了什么好事你不知道,男男才十个月,你带去拍下雪天洗澡的戏,你是不是疯了? 沈如雪没好气的说,肖时安第一次当导演,找不到小演员,刚好男男合适,这有什么啊?我是他妈妈,我还能害他吗?不就拍个戏吗?你就对我大呼小叫的,我低吼道,你知不知道男男现在重症肺炎,在ICU,沈如雪一声冷笑,可以啊? 顾余琛,现在说谎都不打草稿了,女儿拍个戏就近,I see you了,你能不能用用脑子,你这么诅咒自己女儿,对你有什么好处,你脑子清醒了,再和我打电话 我有事忙,别来烦我,电话拿头,有一个低沉的男生,肖雪,外面冷,把衣服披上,电话挂断了,我狠狠一拳砸在墙上,那是肖时安的声音,肖时安是从国外回来的新晋导演,也是沈如雪的白月光, 这次他第一次当导演,找到了沈如雪,他推了别的大制作,免费接了肖时安的戏,迫不及待的进了剧组,一进剧组,就再也没有了消息,他说要全身心在拍戏上,不允许我打电话找他,甚至在剧组一时资金紧缺的时候,他把所有积蓄都拿给了肖时安,我反对是,他振振有词,时安那么有才华, 他导的戏一定能红,到时候连本带利还回来,而且,这是我赚的钱,我想给谁就给谁,顾于称,你管好自己的事,少管我,他自己全身心去拍戏,我没说话,把所有积蓄投进去,我也没有发火,可是,为什么连十个月的女儿,他都要为了肖时安待去拍戏,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婴儿小演员, 因为没有一个狠心的父母会同意让自己的孩子在雪天拍洗澡的戏,这跟沙子有什么区别,所以,肖时安找不到那么小的演员,沈如雪想到了男男,主动站出来,抱我女儿来演,她十个月,正好合适,她用自己女儿,解决了肖时安的燃眉之急, 让肖时安感动不已,我抱着头坐在ICU外,透过玻璃窗,看到男男小小的身体,身上都是管子,躺在病床上难受的咳嗽呼吸,我的眼泪掉下来,我的男男,才十个月就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, 医生劝我回去休息,因为也不能允许我进ICU看男男,我在外面守着也没有用,我不肯走,我感觉我只要站在外面,男男会有安全感,会感觉到爸爸在陪着她, 男男,加油呀,爸爸以后一定每天都陪着你,不让别人再抱走你,男男,爸爸爱你,我在隔着玻璃,轻轻描绘男男的样子,想到出差前,男男还在我怀里咯咯笑,睁着黑葡萄一样的眼睛看着我,嘴里偶尔会吐出还不清晰的,爸爸, 我捂住脸,蹲在地上流眼泪,我的男男,我给沈如雪发了信息,告诉他,男男在中心医院ICU,让他赶紧回来,他没有任何的反应,我拍了男男的照片发过去,发现出现了红色感叹号,我被他拉黑了,我差点把手机捏爆,沈如雪,你真的为了肖世安,什么都不要了是吗? 我半夜困得在ICU门外的凳子上睡着了,清晨,有人推醒我,宝宝不好了,你醒一醒,我一个机灵全清醒了,跳起来,透过玻璃往里面看,医生和护士正在抢救,男男小脸青子,喘不过气的样子,我的心就成了一团,我看着医生在里面摇头,我在外面崩溃,求你们再救救他,再救救他, 医生走出来,同情地看着我,你进去看看孩子吧,我冲过去拉着医生,求求你,医生,你再想想办法,再救救他,医生叹气,你们把孩子的病情拖得太严重了,送来得太迟,我们尽力了, 我换好了进ICU的衣服,到了男男身边,护士轻声说,你抱抱他吧,现在没关系,我的眼泪在防护镜里流出来,我轻轻抱着男男,男男,爸爸来了,是爸爸,男男在我怀里奄奄一息,困难地呼吸着,似乎听到是我叫他,微弱地张开眼睛,怪男男,爸爸抱着你,别怕,爸爸回来了, 男男困难地呼吸了一下,小小手指握住我的大拇指,像在家里和我玩耍石一样,爸爸,我眼泪呼里,快看不清女儿的样子,低旁边的仪气发出坚明声,男男握着我大拇指的手松开了,眼睛轻轻地闭上,在我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,男男,你别睡,你看看爸爸, 你睁开眼睛,再看一眼爸爸,男男 我紧紧搂着女儿,嚎啕大哭,护士把男男推出了ICU,放到小床上,她很快要转移到另一个地方,我紧紧拉着那个小床,求你们,等一等,让我再陪她一会,护士在一旁问,孩子妈妈到了吗? 孩子妈妈,啊,沈如雪,她已经将我拉黑了,我拿出手机,准备拨打她助理的电话,突然看到,手机微博跳出的热搜,女鼎,刘沈如雪和导演肖石安,深夜优惠,共度良宵,一阴戏生情,好事将近,上面是昨晚沈如雪和肖石安在酒店房间的照片,因为没有拉窗帘。 无所不能的狗仔,拍到了两人在房间里对饮喝红酒,相拥跳舞的照片,狗仔队不知用无人机还是什么拍的,高情无比,俩人相拥热舞时的眼神,情意绵绵,真是可以娱乐圈可以用来官宣的照片。 没有人说她出轨,只说她好事将近,因为我们结婚三年,因为她说要发展事业,不能对外公布已婚,我同意了,结婚三年,我们一直都是隐婚状态,爸妈对此颇有微词,我都一个人顶住了压力, 说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,结果我的体量倒方便了她的各种绯闻,平时我看到绯闻都会生气,可是现在,我只是麻木地拨通了沈如雪助理的电话,助理很快接听了。 顾哥,我,叫沈如雪接电话,沈如雪很快接听了,语气居然没有不耐烦,在那头温和地说,你是不是看了热搜? 你别听那些八卦杂志的话,都是假的,昨天导演在叫我怎么演戏呢?你知道当演员的各种戏份都有,你别听风就是雨,我没有力气听她解释, 我只说,我对你的肖世安的绯闻没兴趣,你现在马上回来,来中心医院见南南最后一面,沈如雪火了,什么绯闻,好生好气和你解释,你非要这样说话吗? 骗我回去又怎么样?吵架吗?以为用南南骗我我就会信,我吼道,沈如雪,我对你的破事不感兴趣,南南死了,被你害死了,你是他妈妈, 你回来见他一面会怎么样?沈如雪,昨天说尽,I see you骗不了我,今天就说女儿死了,你无聊不无聊,我真是当时瞎了眼,怎么会嫁给你,死了就买了好了,满意了吧? 拍完戏之前,我是不会回去的,你死了这条心,说完,直接挂了电话,再打,助理再也不接,估计是他不许助理接听, 我看着南南小小的身体被白布盖上,我眼泪掉下来,对不起,宝贝,爸爸没能把妈妈叫回来见你最后一面,你别怪爸爸没用,我一个人处理了南南的后事,火化,半葬礼,只有我爸妈和最至亲的亲友参加了这个小小的葬礼。 爸妈很喜欢南南,当时他们想亲自带南南,沈如雪反对,说南南一定要我们自己带,说他想随时回家都能见到南南,我体谅他想随时见南南的心情,拒绝了爸妈的好意,自己请了保姆。 然而沈如雪却经常一个月不回家一趟,结果我自以为是的体谅他的母爱,却害死了自己女儿。 我妈问我,沈如雪呢?今天是他女儿的葬礼,他也不来嘛,发现他助理也将我拉黑了,不用想也是沈如雪干的,想到他毕竟是南南的妈妈,我还是把南南葬礼的时间发到了沈如雪助理手机上。 我低着头说,他不来也没关系,南南没有妈妈,他应该也不想看见妈妈,他的妈妈还像别的妈妈那么喜欢自己的孩子,他的妈妈从来不抱他。 抱他最久的时间是带他进剧组拍那场雪天洗澡的戏,拍了十几次,抱了十几次,终于亲手,把他送离了这个世界。 沈如雪果然说到做到,在戏杀清前,他没有和我再联系,也没有回家,杀清后,因为刚好有一个影片评选,很快的片子送去参选。 他开始陪着肖诗安一起到处露演,去宣传这部戏。 我联系了律师,起草了离婚协议,开始整理家里的东西。 我的,喃喃的,慢慢的搬离这个家。 电视里放着电影节颁奖典礼,肖诗安获得了最佳导演奖。 他在台上发表获奖感言,感谢我的女主,绝沈如雪的清醒演出。 他为艺术付出了一切,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,为了剧情更真实。 他把自己布满一岁的女儿,带到剧组,演了最让人泪目的雪天洗澡的戏。 我想这个最佳导演奖,有他的一半功劳,沈如雪坐在台下,在镜头中热泪盈眶,我泪流满面,在茶几上的离婚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 沈如雪回来的时候,是凌晨,我很意外他居然会回家,不是应该和肖诗安共赌凉宵吗? 他看见我坐在客厅,电视里重播着颁奖典礼,笑道,肖诗安很厉害吧,第一次拍戏。 居然得了最佳导演奖,晚上还特别感谢我带南南去演了那场戏,看见我不说话,他也不生气,可能因为肖诗安获奖他,很高兴吧。 他坐到我身边,好了,是不是南南生病,你心情不好,我现在拍完回来了,好好在家陪陪南南。 南南呢,睡了吗?我沉默,他拉下脸来,顾余琛,你别蹬鼻子上脸啊,我都低三下四你,还要怎么样? 南南就发烧你,需要我专门跑回来一趟吗? 而且,你用那样的借口,你觉得你不无聊吗?我不想和你说话,我今晚和南南睡。 你自己睡吧,说完,打开南南房间进去看南南,而沈如雪在房间里发出惨叫,他惨白着脸冲出来,颤抖着手指着南南房间,戒戒巴巴的问,那是什么? 啊,顾余琛,那是什么?我站起来,直直地盯着他,那是你女儿的遗像,沈如雪,南南死了,因为给你拍那十几场雪天洗澡的戏感染肺炎,你不送去医院,南南送到医院,已经变成重症抢救不过来了。 你害死了自己的女儿,沈如雪,你真的是为了艺术付出了一切,你不愧是最佳女主角。 现在你可以拿着奖杯去女儿的遗像面前,说你的奖杯是怎么得来的,是踩着他灯上的领奖台,沈如雪,你的心呢,还在吗?他会痛吗?沈如雪眼里全是眼泪,他震惊地看着我。 爹坐在沙发上,怎么会,怎么会死,不只是发烧而已吗?他抬头拉着我的手,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,你骗我的对不对,想让我道歉是不是,对不起,老公,你别开玩笑,把南南抱出来,让我看看,我甩开她的手。 沈如雪,南南只有十个月拍雪天洗澡的戏,为什么剧组找不到小演员,你心里没数吗? 是因为没有哪个狠心的父母会让自己孩子去拍,只有你,只有你为了肖诗安,把女儿送出去,是不是女儿的命都不如肖诗安一个奖杯重要? 我眼睛星红,越说越激动,啪打了她眼光,沈如雪,你这样的人,不配做母亲,沈如雪头发散下来,捂着脸哭,激动地叫,我不知道,保姆怎么不说,她为什么不带去医院,我咬着牙? 不是你说,孩子发烧是小事,让保姆不要多管闲事吗?打你电话,无人接听,你现在怪保姆没带去,她哭得伤心,我不是故意的,我觉得拍戏就拍完就好了,最多发烧,谁家孩子不发烧? 不知道,我不知道这么严重,老公,我错了,我是男男妈妈,我不是故意害她的,你相信我,我是爱男男的,求求你告诉我,男男在哪,现在她在哪,你让我看看她,老公,我眼睛里一片酸涩,我打电话,发信息给你的时候,你在哪,你把我拉黑了,女儿的最后一面,女儿的葬礼, 因为你拒绝接听我的电话和消息,所以,你错过了最后的机会,沈如雪,我不会让你知道她在哪,你不配知道,她泪流满面,愧疚难当,她喃喃的一直说,你让我见喃喃一面啊,我看着她,一脸厌恶,太迟了,沈如雪,我们离婚吧,我给你和肖时安让路,反正我们是隐婚, 你从今往后,可以光明正大和肖时安在一起,沈如雪疯狂地摇头,不,我不离婚,她站起来抱住我,老公,你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推开她,冷冷地看着她,想到男男在的时候, 她每次回来,连抱都不抱男男,在女儿哭的时候,还会和保姆说,哭得这么厉害,吵得我怎么休息,知不知道我有多累,赶紧抱走,别吵得我头疼,每一次女儿生病,找她永远是在拍戏, 就算在室内拍戏她,也不会回来看一眼,因为会影响她的工作,有时候和她视频,想让男男看看妈妈,她都是一脸不耐烦,顾于称,她那么小知道什么,你别天天借着女儿来打电话,你烦不烦,我有我自己的事业,你能不能不要拖我后腿,现在,没有人会拖她后腿了, 我厌恶地看着她,我现在看见你,就想起你害死女儿,沈如雪,离婚协议我签好了,你好自为之,说完,我推着行李箱离开了,留给她一世的安静,还有女儿的一张遗像,沈如雪不愿意离婚,她开始给我打电话,发信息,追问男男葬在哪里,还向我解释平时传出的绯闻,都是假的, 是为了炒作,那些明星和她的绯闻,都是为了票房,我笑了,这些都是往日我做的事,现在变成了她,我没有再理会她,把离婚的事情,全权交给了律师,让律师和她对接,我不想再合。 她有任何的瓜葛,虽然在谈离婚,但是完全不影响沈如雪雄心勃勃发展她的事业,沈如雪和肖世安的热搜,三天两头出现在新闻上,两人挽着手,参加各种活动,一脸,的郎才女貌,让人感叹真是般配,有记者采访肖世安,问她们是不是好事将近的时候,她笑着温柔地看着沈如雪, 我一直在等她的回答,台下的记者和粉丝都无脸尖叫,太浪漫了啊,在某个客户集团的年度典礼上,我居然看到他们俩沈如雪看见我,把手从肖世安胳膊上一开,顾于撑,你别误会,我只是来参加宴会而已,肖世安看着我,眉毛一挑,带着挑衅,顾总不像这么小气的人啊,对了,还要, 感谢顾总,同意把女儿借给剧组做小演员,解决燃眉之急,我的火蹭的烧了起来,一拳打了过去,肖世安滚在地上,沈如雪尖叫,顾于撑,你是疯了吗? 我按着他一顿暴揍,你敢提我女儿,你配吗?我被人拉开了,沈如雪一直尖叫着,要找我算账,我说,我等你们来找我,因为客户公司典礼保密做得好,这是没有发酵出去。 但是却有别的麻烦找上了门,因为肖世安在获奖感言上,提到了沈如雪把不满一岁的女儿带去拍戏,加上拍到他们俩的亲密照片,网络上大篇幅开始猜测,沈如雪和肖世安已经隐婚生子, 而那个雪天洗澡的孩子,就是他们的孩子,不是隐婚的话,怎么会半夜优惠,跳踢面舞啊?肯定是,否则怎么会把女儿带来演戏? 如果不是肖世安,他老公肯定不答应啊,这么冷的天,谁舍得啊?看他们放出来的片场花絮吧,眼神都拉丝了,网友开始磕起了他们俩的CP。 绝对这种导演和女一号的爱情真的很是势均力敌,加上颁奖典礼上那一句,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,更是让网友磕到飞起,我看着感觉全身的血在网上冲,我给沈如雪打了一个电话,我不管你如何炒作,你们别再拿我女儿炒作,否则别怪我翻脸,沈如雪在电话那头为难。 顾余琛,能不能给我点时间,因为现在成精,孩子不是肖世安的,就要牵扯出我们的婚姻状态,你知道我走到今天不容易,我不想毁于一旦,那天你动手,他也没还手,你还要怎么样? 而且,他并不知道南南的事,我心灰意冷,果然,他永远那么自私,永远只为自己考虑。 第二天,网上有匿名的网友,发出了沈如雪和我的照片,我是素人,没有人知道我是谁,但是,照片把我拍得清清楚楚。 有我们约会时的照片,连南南出生时,从医院出来,我扮拥着她的照片,都被挖了出来,脸部拍得清清楚楚,还有南南半岁时,沈如雪带她回娘家,我去接她时候的照片,一下网上掀起轩然大波,很快网友把我的身份挖了出来,在网上对我和沈如雪的关系众说纷纭, 这个男人是故事集团的总裁啊,和沈如雪是包养关系嘛,底下显示时间,两人在一起,保持这种关系,有几年了吧,肖氏安被戴绿帽子了嘛,这年头,小三还有没有底线了,知道人家有老公孩子,还和人纠缠。 要点脸好吗?肖导这么有才华,居然会被戴绿帽,故事集团的老板人品这样,卖的东西能有什么好的? 很多网友跑到故事集团的官网下评论,一时之间,网上风评变得很差,连故事的股票都开始有下跌的趋势,沈如雪知道我的性格,马上给我打了电话。 沈如雪沉默,然后说了一句,故事那么大,股价波动一点,不会有太大影响吧? 我什么都不必再说,挂了电话,而肖氏安在采访中被问到是否知道我这个人时,肖氏安温文尔雅地笑了。 我知道雪如一直有很多死缠烂打的追求者,只要我在她心里是最重要的,这些无关紧要的人,我都不在意,我气笑了。 注册了个人微博,认证明,故事总裁顾于琛,我发的第一条微博,是我和沈如雪的结婚证照片,上面的结婚日期是三年前,我发文,鬼权真乱。 是非黑白都是可以颠倒的,试问当小三的感觉还好吗? 并且爱特了肖氏安和沈如雪,沈如雪和肖氏安的微博一下沦陷了,我去争主自报,我宣布这是本年度最大的瓜。 所以,沈如雪和肖氏安才是偷情,知三当三啊,剧组夫妻啊,桂圈真乱啊,顾总这么帅的,这样的男人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,为何执着于水性洋花的? 两位怎么不出来,解释解释,不是还说人家是无关紧要的人吗?你哪来这么大的脸,我像瓜田里的茶,上蹿下跳的吃瓜,网上的风向一下全变了。 全站在我这边声讨肖氏安和沈如雪,有人发出质疑,可是沈如雪听说因为拍戏连女儿去世都没有来得及回去看,有人拍到她半夜痛哭的照片。 现在还经常因为女儿痛哭,你们不知道真相,不好评论吧,这样敬业的演员,我不相信她会坏到哪里去。 有人拍到,录演结束,沈如雪伤心地被肖氏安抚着离开影院,一脸悲痛的样子,大家反省,是不是对一个刚失去女儿的妈妈太苛责了。 结果有剧组群演发出了一个视频,视频里是拍摄雪地洗澡的那场戏,喃喃被沈如雪抱着,被脱下衣服放进水里,演员演不到位,又重拍。 反反复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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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复� 这就是他们害死我女儿的证据,是沈如雪亲手将女儿的小生命葬送了,我想到医院里女儿上着呼吸机的样子,还历历在目,小小的身体努力的呼吸,越来越难受,历历在目,像一切都刚在我面前发声,群眼发闻道,沈如雪一直都在炒作人设,可是当时那场戏,明明可以用道具和远景, 可是他说,借不到小演员,他可以带女儿来演,为了给肖岛的戏拍的真实,他把自己女儿在零下十度的天气折腾了一个多小时,当时在场当过妈妈的人都不忍心,可是人家是亲妈,是导演的知心人,他说他是敬业的演员,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,听说沈如雪的女儿,因为这一场戏感染了肺炎, 已经去世了,我眼泪喷波而出,我在那个微博下回复,谢谢你正义的发声,愿男男在天之灵安息,这个微博下哭声一片,是可怜小小的男男, 在那么冷的天气下的哭声,哭碎了所有人的心,还有一片骂声,骂这个剧组吃人血馒头,毫无人性,这样排出来的电影,大家应该抵制,不要去看,肖石安紧急公关,很诚恳地发布了道歉声明,说当时考虑不周, 因为主演坚持用自己的女儿,以为作为妈妈,会判断当时的情况,但是主演说可以坚持,所以他们才拍了十几条,并对男男的去世表示伤心,希望得到我的原谅, 有些网友居然找到了拍摄地,在那里送上鲜花和小孩的玩具,在网上说,希望男男在天堂可以安息,越来越多的网友发起了行动,声势浩大,而所有的网友开始抵制肖石安的电影,不买票侃,在网上给他打低分,影院开始将片子下架,彻底的凉了,沈如雪发疯一样,在电话里质问我, 是不是你叫人在网上发的照片,这些东西,你那里都有保存,是不是你干的,你想干什么,我和肖石安被人网爆,电影票房损失惨重,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,我回答,这不是你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吗,沈如雪踩在女儿的身体上够着的东西,你敢拿吗,你有脸吗,没有人可以做了亏心事, 还能若无其事活着,沈如雪尖叫,难道南南死了,要我也死了你,才开心吗,她已经死了,我有什么办法,活着的人还要活着啊,南南去世,是她本身抵抗力不好,和我有什么关系,你赖在我头上, 你怎么不说是你的基因不好,我挂上了电话,把网上视频一起发给律师,我要告她和肖石安,我不知道能不能定他们的罪,但是,我一定不会让他们,像现在这样若无其事的生活,沈如雪的粉丝一夜脱粉了十几万, 纷纷说她是最毒妇人心,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,在代言的活动现场,被底下的粉丝,把臭鸡蛋砸在身上,沈如雪,滚出娱乐圈,虎毒不食子呢,滚蛋,这样的人还有脸出来代言,主办方脸都黑了,结束后,马上和沈如雪解除了合约, 沈小姐,你现在这样的名声,对我们的品牌名声,已经构成了很大的伤害,我们会和你们工作室商量解约,和如何赔偿的问题,我们对你的人品信不过,以后相信也没有合作机会了,和她解约的品牌方,有一些是故事的合作伙伴,就为着故事的面子,他们也不会再和她合作下去,在重重压力下, 沈如雪终于签了离婚协议,她把笔扔下的时候,狠狠地看着我,这下你终于满意了吧,我拿起合约,看着她,我最后悔的事情,是认识你,和你结婚,如果可以,我愿意从来没有认识你, 我不介意让大家知道,我和她的关系的真实情况,并且以最直接的行动告诉别人,谁帮沈如雪和肖世安,就是故事的对手,沈如雪被他们公司血藏了,公司很直接,你以前有这么多资源, 一部分都是顾先生叫人安排过来的,现在离婚了,这些资源自然没有了,剩下的别人也要分啊,不能只给你一个人,而且,你名声怎么样,你不知道吗? 你现在是白雪公主的后妈形象,哪个剧组愿意要一个连女儿生死都不顾的主演,沈如雪住着别墅开着豪车,一直过着奢侈的生活,离婚后,她想保持这样的生活,不是不行,只是要很吃力,毕竟她向来花得比赚得多,以前都有我在供着她, 现在,她发现,她连常去的几个大品牌的店有新品都不和她打电话了,销售小姐温柔的说,很抱歉,沈小姐,我们的客人都不想和你这样的客人拥有同一个品牌的东西,很抱歉,我们不能再卖给你哦,沈如雪接不到戏,坐吃山空,听说连别墅都卖掉了,填她的无底洞,现在只能租房子住着, 而肖时安更惨,刚拍一部戏,刚出名,结果影片被下架,名声臭大街,要想做导演这一行,根本不可能,因为拉不到投资,毕竟谁愿意给一个一定会赔钱的导演投资呢? 我再见到他们俩,居然是在一个商会上,沈如雪陪着王氏建筑的王总出现的。 穿着暴露,挽着王总的胳膊,全程跟在他身边,时不时被王总搂着亲,油腻的咸猪手在他腰上抚摸着,看来他最近真的混得很惨,从一线明星变成了陪金主喝酒的十八线,喝到半醉,王总大声说, 来,叫雪如上去跳个舞,以前想看他跳舞可不容易,现在大家想听什么歌,可以点,让沈颖后给大家祝个幸,平时我是看不惯王总这种习惯和爱好,但是今天,我却不会多管闲事, 我喝着酒,看着他满脸难堪,却不得不在台下台上应酬,这样的生活,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。 我在露台透着气,沈如雪却找到了我,他抱着手抵着寒气,我是不是很下贱? 我说,是,接着看他一眼,好奇地问,肖世安怎么让你陪人喝酒,他笑着眼里都带了泪,他现在什么都没了,怎么可能还和我在一起,早跟了某富婆跑了,哄人投资给他拍电影呢? 那个王八蛋还卷走了我的钱,否则我怎么会这么惨? 他看着我,像以前恋爱时的那种眼神看着我,顾子称,我们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开始,我直接了当地回答,不可能。 他苦笑着看着我,是不是因为南南,你永远都不可能原谅我,我一口饮进杯里的酒,把酒杯丢在一边,永远不,他含着眼泪,我总是梦见南南,在梦里叫着妈妈, 我后悔得要命,我当时在干什么呢?想昏了头,居然把自己女儿带去拍雪天洗澡,我真是疯了,我每天梦见他,我就哭醒,这真是上天对我的惩罚,看我现在的鬼样子,真的是讽刺,我想和南南说对不起,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去看他,我想,我也没脸见他,你帮我带句话给他,妈妈对不起他,我摇头。 我不会说的,因为南南也不想原谅你,沈如雪,这样的生活是你自找的,你就好好承受这一切吧。 我走出了露台,沈如雪追在我后面过来,想和我说些什么,结果看到了刚和某位傅太太一起走进来的萧世安。 沈如雪把香槟杯冲着萧世安的脸砸了过去,萧世安,你这个王八蛋,敢骗我的钱,还害死我女儿,我要你偿命。 萧世安一摸一脸的血,破口大骂,你是不是神经病,你自己是不称职的妈,想怪我,门都没有。 电影投资是你自愿的,现在亏本,想要我还钱,你是想钱想疯了,在扭打中。 萧世安扯断了沈如雪的项链,沈如雪,把项链还给我,里面有我女儿的照片,萧世安偏步,手往后一甩,项链抛进了门口,那片喷水池里,链坠里有一张喃喃的照片。 沈如雪看喃喃的照片被毁了,疯了一样,直接冲进了喷水池,去捞那条项链,正好水喷了起来,所有人看着沈如雪倒,在了那喷水池里,出事了,漏电了,快打120,小石安,你这是故意杀人,会场乱成了一片。 我看着沈如雪,手里紧紧抓着那项链,链坠已经打开,里面是喃喃的照片,沈如雪在抽搐中喃喃低语,喃喃,我的宝贝,妈妈来看你了。 我想,如果她真的见到了喃喃,她会对哲喃喃流着泪说,喃喃,对不起,妈妈错了。